这真的是肖战的天堂 钱包了地狱 大家好,我是耐车 今天继续大喜圣地巡礼 圣地巡礼它终究是一种旅游 旅游会干什么 吃,买,跟玩 大喜自作为可以成为 圣地巡礼最先成功的例子之一 也信人家可以吃卖碗 那今天就来看一下吧 首先是吃的 吃方面超级多选择 从便宜到贵的都有 不过我吃的是蛮少赞的东西 我们来到了Bronze 这家店在巨箱板里面有出现过 大喜从异常的OI房线 撤出的时候有出现 这家店是放佩帕罗里的立牌的 外面就很正常 商店街很多店都是这样子的 里面却大有玄机 小小的空间 散满了少赞的东西 老板娘说不能露营 墙上的联络牌以及吧台也不能拍 我们很守规矩所以就拍了这些而已 店里还有个客人跟老板娘聊天 应该是首客 我会点日语所以我也加入韩讯一下 知道我们从外国来他们都很惊讶 可能平常来的都是本地人吧 因为校战在外国 其实不太红的 祖师只有三样东西选 我们选了这个 这个它号称是安吉奥OVA里面 茶油的 那到底是不是呢 其实初期的还原了 佩帕罢当初说要豪迈的放这个橄榄油 他就真的放很多油 佩帕罢说要放这个安吉奥特制的番茄酱 就真的有肠道调味的 另外动画里面的铁板形状 上面的金教师也有宽容 价钱上也有宽容 不是300块那种了 因为我在付钱的时候 老板娘说成为1250万里拉 我就这样子回他 这大概是我诊断旅程中的印象最深刻的 不过如果李之后又要去扫街吃小食的话 那就不建议只要因为分量多的爆炸 之后我们去了海洋台里的校战咖啡厅PASA4 映入也连的是满满的校战 一定不论错过的是在突出来的4号炮馆 吐槽一下人突袭是短炮馆啦 服务员都是穿着大喜笑服的 结合学校风的桌椅 很像女子高中主题的女部咖啡厅 这一家是香味果的店 不见利牌 可是有香味果专属的甜点 其实我是贪这个的 即便是骗我钱也不介意 不过惊喜很多 这个糖浆是温的 下了融化的超级快 就难以避免的傻了 之后我查了一下才发现 这个是一个Rosophy Challenge 加了糖浆还不傻的就算赢 我很明显又失败了 下次再见 冰淇淋本身很好吃哦 有其他地方卖500的水平 按它600的价钱CP非常高 之后是买 商店街很多东西买 不过平民巷 没有邵淡周边的话 跟你家留下的店没有区别的 唯一特别的是酒店 卖酒的店 有好几种邵淡角色主题的酒卖 不过我问你成年 买了也不能喝 有人买过吗 什么味道啊 对邵淡粉来说 Orlai Galapan Gallery 是一定要来的 在C-Ti Station的二楼 既是卖邵邵淡的周边的店 也是一个展览 有个大老神模型手办建构出各个平常面 夜谷对战M3D 美穗在TV酒化之后站在车顶侦查 商店街全部的胸口正品 我这次拿到了这几个而已 全部跟校站有关的店 光美穗就是四间 站车力爬也有 不过大部分都很软 所以就没有去 还有有些地方我是看不到的 再来画风非常的倒铁 应该是它跨的 之后卖的东西 人本是想买衣服的 不过四千轮贵 而且衣服不难买的其实 我是个很讲臭实用的人的 即便是冲动买个1650件的扣子 我也要想谈它的用途 如果再放在真便当的铁盒上 做便是如何了 我之后实测了一下是成功的 便当多跨跨成功 之后我的收获是这样子 没有收获到处的经济能力 想买也不行啊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大佬 他好像花了快十多万吧 十多万是我六天行程花的钱 玩方面呢 水珠碗是首选 尤其如果你走完日历 或者是长落海滨工人的话 你可以直接坐巴士到那里 可是时间关系没有去 我去的是大喜海洋塔 它是大喜最高的建筑部高六十米 一楼可以买半寿礼送给家人 有支撑特产红薯米瓜纳豆跟相关的东西 当然还有校战乱入啊 盖银张的也在这里 二楼是那家校战咖啡厅 三楼则是凉网台 凉网台要在外面的贩卖机买票 不过我当初没有看到 所以我是看完以后出完这补票的 just for info 如果理直去咖啡厅还是不用买票 不过机缘都来了 不如上一下吧 这里没有前几天去的晴红塔高 不过一望无际的海景可以离补 日落应该很漂亮 但太阳在里边 有个东西注意到我 这个是三井渡人公司的邮轮 可以从大喜错到北海道的江小布 没机缘的话要做18个小时 而且要过加要1万多日元 这次船在巨长版伊犁的时候出现过 结合对战卡尔的康平湖大桥 大喜宝围战应该是在北海道进行的 其中船上有一些画面是真实存在的 大概是最高成本的圣地虚拟了 如果有机会我也想做一下 因为机会离圣地虚拟啊 又可以玩两大地区 果然虽然日本之后会在想试一遍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欢迎点赞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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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har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